一大车干完了 都撸到这块了 准备看一位鹅了 小吉今天不让我干活 一会儿给大家说原因 他现在拎着桶要去喂了 看这鹅嗷嗷叫 真的脖子要粮食 起风了 看这风中流乱的大鹅 看见大鹅嗷嗷叫 小包也不敢上去了 小时候你不成能了 不是你咬人家的时候了 现在跟人家追着泥跑了 试试 料还没有添完 你看那些鹅着急忙慌的 就去洗澡了 洗澡还挺积极的 好几天两天没更新视频了 然后一来这你看这都变了样了 一片萧色的景象 玉米过两天马上就要掰了 树叶全都落了 你看往前前一段时间 大家看我们这还是一片绿色的 现在全都是没有绿意了 全都成枯黄了 看这大鹅有多能吃 这是我叔跟小鸡昨天拉回的玉米 八千多斤 就这你别看多 一个月都不够这些鹅吃的 都是玉米粒 就是人可以吃的那种 你看我们家用的不是鞭角料 我叔叔在屋里边做饭 今天闷大米饭炒菜 这边是炖菜不是炒菜了 炖啥菜说 这边是窝窝窝炖 我得他瞅不着了 没有灯 是 上次拍那个视频 不是说人家人家说我们这有电了 其实这个灯原先 平时我们是在挂墙上的 上一次吃饭的时候 是挂在房顶了 然后就很多人就以为我们这有电了 我们这现在黑天特别早 四天都已经天就黑下来的 屋里就是如果不开灯的话 就乌七八糟开的 那盒充电宝也能充 充电宝我拿回去充电不就得了吗 我们这用电就是 晚上的时候把这灯拿到窗叶沟去充电 然后第二天再拿回来 天马上要黑了 开始养鹅了 要不然天一黑下来 那鹅不愿意出水 年上来之后 这鹅自己就溜到这回去了 鹅都已经捐到月了 我们开始吃饭 现在我们都已经坐炕上吃了 这天太冷了 平时做饭的时候 就相当于把这个火墙给烧了 然后就可以炕就直接是热了 今天烧气黑 那是炕头炕头在那儿了 今天晚餐我叔烙的饼 然后还有一个 捞的土豆和南瓜都是自己加的 还有个小钱菜 新铁大米饭 这跟电汤一样 人家还以为咱这 呦你们额上有电子 这跟电汤还不如 今天我去 这烙啥饼啊 一 油饼 早上我俩烙的油饼 晚上吃的可金到了 还蒸了一个小咸菜 这一桌菜都是自己加的东西 那不都自己加 哪来一桌菜呀 不就一个菜吗 不是想说这一桌子东西都是自己加的东西 呀